凡花里说不稀罕宗的趴屁酱 我觉得她才是戏里戏外的人间清醒吧 凡花总部电视剧呢腔调很足 扑克誓言的宝宗呢也是当人不让的 有钱又多金又有钱 就当身边的女性纷纷为之倾倒的时候 这个戏里戏外都堪称人间清醒的趴屁酱 却说她不稀罕这样的男人 凡花真的是像这个剧名一样啊 乱花剑云迷人眼 光是美女主角都有四个 那宝总呢也是一直留恋在几个女人之间 最后大家都在讨论 宝总最后会跟谁在一起 当然很多人也都说了 她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不会跟任何人一个人在一起 那整部剧最后几个女人之间 终于打算要明确归属全的一段戏呢 最后呢宝总也是谁也没选择 谁也没承认 所有人呢就只有暗然离场了 所以我才说呀 趴屁酱可能是唯一一个我很佩服的人间清醒